各位朋友 大家好 下報我不廣場 又和你們見面 我是余榮陽 同時都有鄭仲暉 是 玉Sir 你好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今集講講 有些工作崗位 他扮演了一個在社會的角色 令人討厭 他可以做好些 但一個人平時見他 沒甚麼是怎樣 當他在崗位的時候 他扮演了一個令人討厭的角色 我們以往也有講過 為了他賺食 令大家討厭他 包括一些職業司機 職業司機其中有很多 由於他上落貨 阻礙一條路 人家享安 他在不應該停的地方停 他阻礙一條路 送火水也有 送飲用水也有 送外賣也有 你剛剛講角色問題 有一個實驗 我都講過 一個扮監犯 一個扮獄警 其實全部都是當玩的 後來做到某個階段 真是去到人性的表現 玩那個做獄犯那個 就不適得玩那個做獄警那個 真是衝突 其實呢 即是角色是有衝突有貌 即是大家做實驗 明知是在玩的 但最後因為角色 大家對角色的觀點 到某個位的時候 都是 我問你一些事 你自然反應 你不用說唱衰的人 有一個外賣的 駕駛司機 他在你後面 你就在一條行日路 他在你後面 吐吐吐吐的 然後呢 你好像不是怎樣動 他還響慢安 你生氣不生氣 只問你生氣不生氣 所以大家要知道 第一個大家要有個想法 就說 這個是跟教育很有關係 就是那個價值觀 人對人的價值觀 是導致你的態度的不同 可能這些人 他的價值觀 我是要快的 你是要讓我的 我的價值就是你給我讓的 即你要讓我的 他覺得你阻止他 是的 你的價值觀就是錯了 他覺得你衰 你走尾小便我便過得到 你為甚麼走得那麼正 那是行人路 但是他說 行人路又怎樣 你救過 你走在哪便安全 沒事 這就是他自己的價值 將全部的東西 以他為專 以他為首選 另外一件事 有時都可能會見到 我就不說某條街 免得別人以為我影射 在一些斬料街檔 有時是排隊的 你經過的 當你進去 你說斬這塊叉燒 那個當主 可能拿在旁邊的 找你拚 他說不是 都是那塊 你再說的時候 他嫌你麻煩 你見到這個情況沒有 也有 這不是那麼典型 最典型是哪些角色 或者職業 是很難做得好的 我們經常看到內地的城管 已經是 你說城管兩個字 一定是犯牌 一定是壞人 一定是壞人 但是你記不記得 澳門以前有茶牌 茶牌 鬼 我不說 現在又有人投訴 鬼是甚麼意思 說以前 我不是說現在 以前一說到茶牌 一定是壞人 一定是來罰理 一定 但是我又覺得這樣 現在的茶牌 現在就是市政處的人員 不一定是市政處的 有不同的茶牌 你說的是小販 小販 我現在說 就是 市政處 有很多執法的人員 他其實奉行了一條法律 他一定要去做 他不知道 執法都可以消極和積極 譬如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那個店員 將一些東西 可能有少少 他自己的物品 譬如吃完飯盒 有些可能是公司的一個少少東西 幫他拿著這袋 丟在工作垃圾桶 那裏 市政處的人員 就來說 你不應該將你工作的垃圾 丟在這個垃圾桶 罰你600元 我就聽過很多這些例子 是 你認為應該怎麼做 我就認為 我不是說 什麼都是大家四四六六 但是我覺得 那個 有多嚴重性 他拿著一袋 好像裝修完的那些 我記得我和你講過 是要看那袋東西多大 多大是影響的 如果那些廢料很大袋 都丟不進某個地方 放在街上 當然不行 就算放進去都是不對 好了 剛才說 拿一兩個法盒 我和你都討論過 如果那個市政處的人員 是想做好那件事 就告訴你 如果你這樣丟下去 就可能觸犯的條例 會罰你600元 我現在給的機會 你撿回它 拿回你的店鋪 那裏 連你的店鋪 有關的垃圾 就丟去廢料收集站那裏 包括有壓縮垃圾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我想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有部分 這麼嚴厲 這麼嚴格 執行任務的工作人員 內地的城管 我到現在 看到的報道 當然我不會接觸很多內地的城管 但是看到的報道 都是負面的 當然有些 是陳久的 很久之前 他們所做的東西都拿出來 可能現在他們改善了 都不出現 我跟著說 看間 那個做大廈管理員 他隨隨便便 人家在那裏 叫他開門 他都不認識 他又開 他又被人罵 他不開 又會被人罵 是不是兩面不是人呢 應該怎樣做 我問你 應該怎樣做 當然是不開 不開 當然這個是會有著情的 我說什麼都要開一道後門 譬如 這個人你都熟口熟面 還有他可能是老人家 是的 他又在那裏住 在那裏住 每天都跟你打招呼 沒有帶那個電子卡 是吧 難道這個你都不開門給他 是的 這個著情得利 是以這個 為什麼你要不開門給人的精神 那個精神就說 怕有外部不熟悉 不熟悉 直接不熟悉的人 對於這個大廈 會造成一些危險 還有另一個 你說熟悉的人 那個人 經常都送水來這個大廈 你都認識他叫陳伯 你是要玩他 那又何必呢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 其實我們不要一條規矩 不知道這個原意在哪裏 這個原意就是 保障這座大廈的 住客的安全 這個是原意來的 就不是說 是人都不會開門的了 這個不是原意來的 就是有時大家 不要誤解說原意 只是搬很硬板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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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禮行公事一定是 不是這樣做 一定是不行的 我覺得這個 不是原意的精神 有些衝突 就在於他講了多餘的話 例如服務業就是 無論你是樓面 售貨員 前線的人員 人家希望你幫他做一些事情 而你都已經幫了他做 做完你還說他兩句 例如我舉實例容易些 在一個咖啡室 他喝水可能喝多 又叫你倒多一杯 你倒給他 哎呀喝那麼多 所以現在我看到一些事情 就是大家沒有了一個容量 在那個態度上 我覺得這個容量是很重要的 這個容量就可以減少衝突 增加了大家的容量 就是這件事 不是你讀書 或者你受多少教育 是會學得到的 是你真的要有人去推廣重視這件事 我覺得澳門呢 給人的印象非常之好 就是那個人情 人情味很濃 當然到現在 就逐漸大家可能有 都有的 都是壓力大了 諸如此類 但是畢竟地方小 正所謂初一不見 十五見 我早兩天 去一間麵店吃麵 雲吞麵 我和阿輝都說過 我講一下名字都不重要 因為是好事 年紀麵家 到現在為止 雲吞麵一碗 有五粒雲吞的 而且麵做得不錯 十八元 哪裏去運 是不是良心 另外我考考一下輝哥 輝哥做服務業的 你會不會都教一下你的店員 有時提供些東西給客人喝 好心說多一句 請小心會熱的 有嗎 我想都有的 有些小朋友 因為有小朋友 也有老人家論盡 他不會燈壁冷熱 總之拿到他去喝 有 噴噴聲喝 所以我想 這些不是虛偽 有一件事 又是老生常談 你想人家點對你 你首先點對人 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習慣 我都說 大家 上巴士 開競 搶上巴士 我今天年紀大 就不夠你爭 日後你也會年紀大 到時大家習慣了這種風氣 是否要好打才能上巴士 我多問你 一件事 我相信輝哥是說真話 如果你提供食物給客人外賣 你附帶膠的匙羹給他 客人論盡 不是你的店員 跌了匙羹到行人路上 你會給他一個 一元 你會怎麼回答 當然是給我另一個 最重要 你剛才說 澳門有人情 由你開始 都是大家一場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 剛剛我講的那句話 你上人點對你 你點對人 好 好 我來你 我希望 不要跌了時間 如果我跌了 你真的給我 我也不會貪心 多謝輝哥